介绍的是通背拳五行掌 也可以叫五行拳基本功练法 通背拳五行拳 分别有摔、拍、穿、踢、撞 五种手平手法 这也是通背拳入门基本功 下面进行第一架 通背拳摔掌 当成帝首 无意跟大家做事吧 这讲究哪只脚在前 哪只手就在前 做出担在地球 连掌心朝上 成仰掌停尸 掌心横空 手掌不可执 僵硬 而是拣救横空 所以摔掌的时候 这叫开楼式 当场地手 两个手都是向前摔的 所以叫摔掌 向前摔出的时候 前手 收回 掌背 朝自己 摔掌 另外一手 左掌 折 干 拉回 复翼 自己 下端点 之前 前手 向前传出 同时重心移到前面 后脚 后脚伸直 甩出 前手 他的这些 你看 收不来以后 前手 走 突出 以最大的幅度 收回来 这样做工 才越大 如果你收的幅度 小 冲前的对方 这个力量就这样 所以要做到 向前的 甩出这个力量 做工越大 那么 你 这个手 收回来幅度 就要越大 所以这里 前手 突出 你看 手 背 贴 贴 另外一只手 画无限起 连绕过来 或 贴自己 崭尽贴 前手 甩出 也可以叫 白蛇 土 平 从 下 下 减 出去 类似于白蛇 土 性 重心移 前脚 前脚 成 高须部 脚尖着地 脚后甩 抬此地 离开地面 按着手 同样的 也是向前 伸出 这个拉 没干净 直接向前 伸出 就可以 后手 没有必要 再继续做 对不起 后手 做的时候 和前手 一样 你 是 你看 顶手 拉背 脚背 贴 自己 向前 伸出 斩背 贴 自己 大背 下出 这个是 你要乱画 你看 你弯 中心移 如果是 找前面 拧不撑 后座 的话 后手 走 拧命 两脚 扎根 地面 保持 不动 目视 正前 是 神发 说 手 手 坐出来 后座 后手 走 手 一样 你要转抗 把力量 送到前面 送到 目标 地板 把整个人 把整个人 整个身子 全身力量 贯彻到 一点下 那里 就是 摔杂 的目标 这 摔下 是 摔 打击 对方 面部 人 有面部 神经 比较多 打击 对方 面部 可 使人 已 昏厥 摔上去以后 放松 不加硬 手持 放松 这讲究是 斩如脸 两掌 是放松的 在练习通背拳之前 我们可以先活动下 两个手掌 让它去放松 稍微放松 晚用脸 打 弹 弹劲 向前 摔打 通背拳 讲究 要打先打点 再打到腰间 所以 这 直接 低甲 就跟大家讲出了 通背拳的 打 就是 摔斩 摔打击 对方 面部 最为 直接 有效 好了 今生的课程 就到这里 我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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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